好 再来看到瑞穗香的赫钢阿美族实验小学 挂牌成立不到一年 那么县议会的教育小组高度关注 那么在13号的下午在县教育处的陪同之下 专程是到校来考察 不论是部落文化课程学习场域的 拉鲁马鞍传统家屋群建筑空间 还是足以情境环境到学童自己边做的纪念礼品 成立不到一年的赫钢秀古鸾系阿美族民族实验小学 民族教育现况如何 县议会教育小组高度关注 今天下午专程前来访试考察 那我们学生虽然少少 但是老师每一堂课都很配合我们平台的学习 那让孩子平常也就可以善用了 赫钢秀古鸾阿美实验小学校长 有可如导览校园情境教育到民族课程内容说明还不够 也特别由足语老师带领小朋友进行足语示范教学 让考察的教育小组以及县教育处成员 真正上了一堂文化语言课程 除了现议员才一进 议会教育小组成员多数为汉族 在实际参与课程后总招无见之说 虽然听不懂但对于校方致力于推动民族教育的努力 也高度肯定与赞许 这一次共同前来考察的教育小组 唯一原住民级的先议员蔡依静 对于学校施生笔 多元族群组合的教职员 民族教育等议题和学校交换意见 而另外对于学校施生笔教育课程的规划也高度兴趣 实际内涵里面都是扣解于施生笔教育的 所以现在从环境建制跟课程教育 我们胸轨不尽 那如果在未来把我们的校案 还有所有族群教育的部分的串点 其实我们花点要特别的辛苦的原因 是我们有各个不同的多元族群 在一个住民族里面 所以在这方面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的来努力 在另外一方面 针对了邮校长提出教职员办公室位置 迁移到楼下的议题 也获得议会教育小组的支持 并表示将会协助学校来进行改善 记者石玉兰瑞岁采访报道